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挺好的问题 我们不是专业的舞台工作人员 可是我们今天的岗位在剧场 来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团队 那个控制灯光的灯光师 是我们的小编 谷强 请你用灯光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 谢谢 那个控制音效的是我们的老编 白真 你来用声音跟大家打个招呼 还有舞台监督 节目统筹 他们现在在后台忙得不亦乐乎 没有办法来跟大家打招呼 那么大家就都知道 我们不是专业的舞台工作人员 我们是杂志社的编辑 我们刚刚学会了一点点技能 就在这个专业的剧场里 来支撑两天的演出 因为非常惭愧 我们租了场地之后 就再没有经费聘请专业的舞台团队 但是我和我的团队竭尽全力 为大家搭造一个光泰的舞台 让大家能在这里表现尽情的表演 来一场热烈的演出 我们就是要给大家搭建这个舞台 所以我就回答了那位家长的质问 我们要搭建舞台 我要用这个精彩的舞台 让年轻的朋友们展示他们灿烂的青春 那么现在朋友们 请登上舞台 开始你们的演出吧 这场情景在线 展现的是由我们北京卡通杂志社 主办的2003年度Cosplay大赛的总决赛 地点在北京展览馆剧场 据我所知 这是国内当时最大规模的Cosplay演出 更是Cosplay首次在国家正规剧场的演出 我们向文化局申报这场演出的时候 文化局没有一个人知道Cosplay是什么 那么现场的朋友你们知道Cosplay是什么吗 你们最早接触Cosplay是在哪一年 应该说没有人考证过 我告诉你一个答案 在1998年 我们北京卡通杂志社举办的第一届北京漫画大会上 就已经有了Cosplay总秀的环节 当时因为没有人知道Cosplay这个词 我们当时的节目叫卡通服饰秀 这就应该是国内首次Cosplay在正规活动上展现 回到那次北展剧场的演出 它发生在2003年11月末 距离我们今天整整20年 20年转瞬即逝 而我这个当年北京卡通的主编 已经成为了如今的最老二次元 说到这里我就应该交代一下 我是怎么开始我二次元生涯的 其实这是一个历史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大量日本动画漫画拥入我国 一时间铺天盖地 那时候我国还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没有按照知识产权协定的规定 去规范知识产权的保护措施 那时候漫画书 那个当时有一个名字叫日本画书 基本上都是盗版的 那些印刷质量非常低劣 可是还是受到了少年儿童的热烈追捧 有一天 咱们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在家里看到他家孙子在看日本漫画 他就问你怎么不看中国的呀 那个孩子就说没有中国的可看 虽然是传说 但据说很真这个传说 这件事受到官方的重视 于是后来就有了5155工程 5155是代号 有人知道这个工程正式的名称是什么吗 这应该是太久远了 大家不一定知道 这个工程当时叫做中国儿童动画出版工程 它的内容是在两三年内建立五个动画出版基地 重点出版15套大型儿童动画图书 创立五个儿童动画刊物 这五本刊物就是5155工程的产物 应该说他们是5155工程最大的成果 北京卡通 中国卡通 少年漫画 漫画大王和卡通先锋 我就是那个北京卡通的 当时动画这个词 谢谢大家 动画这个词还没有被创造出来 大家知道这个词是咱们硬创造出来的 后来当然收入了现代汉语词典 就被承认了 早些没有 漫画当时在那个年代 漫画指什么 指我们传统的那种漫画形式 我们做的这种接触影视的镜头语言 用分镜的方式讲述故事这种形式 跟我们传统的连环画 大家知道连环画吧 就是静止画面的那种 也完全不一样 恰好在那个时期 连环画也衰落下去了 那么没有专业人士 来给这种新型的故事漫画命名 所以当时那个政府工程 就叫做儿童动画出版工程 其实大家现在能判断它很不准确 但是也没有办法 我们应该说这个工程 是我国正规新故事漫画出版的起点 还有就是它这里说的这个儿童 大家知道当时管理部门 它标定的读者对象就是儿童 而不像如今动漫的爱好者 主体是青年和青少年 基本上儿童它反而不是这个读者范围了 所以我们这几本杂志 基本上都是以青少年为读者对象的 而不是儿童 为什么 那么因为儿童这两个字 我开始了二次元生涯呢 就是我研究生读的是儿童文学 研究生毕业之后呢 进入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做儿童文学类读物的编辑 这在当时是非常专业对口的 当时北京出版社 现在叫北京出版集团 受上级委托 筹建北京卡通杂志的时候 领导就考虑到儿童的读者定位 他认为就需要一个专业对口的编辑 就有领导找我谈话 问我愿意不愿意进入北京卡通的筹备组 我就表示同意 就这样一步就跨进了儿童 二次元 当时二次元这个词呢 还没有在中国流行起来 二次元文化的浪潮也还没有形成 有相当时间动漫出版不被学术界看好 据我所知 我研究生后面几届的学弟学妹们 没有一人涉足这一行 他们现在都成了教授学者专家 而动漫出版也从来不被学术界看好 也不被儿童文学界关注 我这个人也被儿童文学界屏蔽了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 主流社会并不接受日曼这种东西 某权威大报 咱不提他名字了 他难过 曾刊登某权威机构 这个非常权威的国家教育机构 他发布研究成果 说他们在某小学里调研 调研就发现 读漫画书和学习成绩下降密切相关 拥有漫画书测数多的同学 他学习成绩下降的幅度 是最大的 你们说这种东西荒唐不荒唐 有没有一点道理 但是《权威大报》就这样等等 所以呢 那个时候大家可想而知 做新故事漫画的编辑 它是一个全新的职业 没有现成的漫画编辑教程 怎样欣赏这种新故事漫画作品 怎样理解镜头语言和分镜技巧 怎样给漫画出版做出规范 这些呢都需要我们在摸索中学习总结 我们不但要向漫画作者学 我们甚至还要向读者学 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自己培养成新漫画出版的专家 这些工作都非常具有挑战性 我喜欢这种新鲜感 喜欢这种挑战性 从1995年北卡创刊 到2016年北卡刊号出销 我是在这个漫画编辑岗位上工作最久的人 我从编辑做到责任编辑 后来是副主编 2002年起担任杂志的主编 我经历了北卡从筹备创刊到成为业内旗帜 后来到期刊市场萎缩 北卡被迫修刊 到后来我们又努力俯刊 最终凄惨退出 我亲历 我见证 我国的新故事漫画 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也见证了人创漫画出版 逐渐衰败 尤其是新漫画杂志 大家知道能有哪一家逃过市场的诅咒 然而 近20年的努力 没有白费 一批又一批漫画作者 从我们北京卡通成长起来 现在仍然活跃在创作界 如群星般灿烂 比如姚菲拉 聂俊 夏达 林敏 朱乐陶 李瑶 高老 如果套用今天的话说 他们都是从我们北京卡通出道的 我在屏幕上展示的作品 都是那些漫画家最初发表的作品 有一些已经很难见到了 其实 在1995年 促使我放弃儿童文学编辑工作 转身去做漫画编辑的主观动因 究其根本 是我对所有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心 我接受好奇心的召唤 勇敢的向前迈步 尽管结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飞黄腾达功成名秀 也仍然过得热血澎湃激情飞扬 感受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前迈往事令人唏嘘 但那毕竟已经成为了过去 如今要讲的重点 应该是我怎么又回到了二次元 现在社会上流行年龄歧视 对上了点年纪的人 有时候就不太那么友善 我已经退休多年 这次又迈开一步 踏进二次元 显然是我那好奇心又在作祟了 事情起源于我女儿在跑 玩跑团游戏的时候 跑团大家知道吧 认识了一位大佬 她听我女儿说 她老妈居然是当年北卡的主编 就一定要见面聊聊 这位叫做猫牧师的年轻人 担任过桌游设计师 做过魔兽世界卡牌亚太地区比赛经理 拥有17年桌面角色游戏扮演这样的经验 但是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 她是当年北卡的热情读者 忠实粉丝 2022年的春天 我和猫牧师还有她的朋友见面了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猫牧师掏出了她珍藏的北卡杂志 请我签名 我一时有些错愕 北卡毕竟已经成为了历史 我那签名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价值 我问 真的要签吗 她坚定地回答 要签 就是这个要签 把我和这群年轻人的距离拉近了 猫牧师邀请我 在她的访谈节目里担任嘉宾 从老一辈的视角 解读当今流行的动漫作品 期待和年轻人的想法发生碰撞或者共振 这个提议对我来说太过新奇 此前我很少登陆视频网站 也没刷过短视频 现在要说要在镜头里出现和大家聊 这个我还真的有点不适应 但是就像我这个人一直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心 就在好奇心的感受下 我答应参与进来尝试一下 后来就有了第一支视频的拍摄 内容是现场观看动画番剧叫更衣人偶 然后聊感受 回忆当年北京卡通举办的cosplay活动 就是我在镜头前当时第一次拍 他们那样对着我我就很紧张 但是还要因为都是年轻人 我觉得我重大岁数了 不能那样我要装出轻松的样子 也不知道被没被人看破 后来这支视频在B站上线以后 我就忐忑不安的关注着播放量和网友们的留言评论 当播放量达到10万的时候 我正在厨房切菜呢 就一不小心切到自己手指头上了 我就感到非常不可理解 震惊不知所措 当播放量达到20万的时候 就感慨万分 我想如果当年北京卡通有那么多读者关注 不需要20万有10万就足够了 我们也不至于被市场打败吧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 传播方式有了很大改变 作为老一代出版工作者 如果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难免就会被淘汰 如今我在短视频里聊动漫 也算是我对我国动漫行业力所能及的支持吧 后来我就在猫牧师的节目里做嘉宾 我们专栏的题目叫最老二次元 这个题法呢也被大家吐槽 说居然有人会炫耀自己已经年老体衰 我认为老不老主要取决于心态 心态不好的人 他有可能在三四十岁就暮起沉沉了 心态年轻的人就不会为年龄的衰老过度忧虑 为什么我会心态年轻 要是好好反思一下想一想 应该参考当年我做北卡主编的时候 我们集团老总有一句话 他说你本人就是一个卡通人 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说我自己也就是一个二次元人 就是应该这样在二次元里我感到非常的舒服 是这样我喜欢让思绪在幻想的世界里驰骋 喜欢借助作品宣泄内心的情绪 我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我喜欢跟朋友们欢聚一趟也喜欢偶尔独处冥想 二次元的世界就是这样令人沉浸 也是人放飞想象 同时宣泄内心的机遇 所以大家都到二次元的世界去吧 谢谢 当年我从儿童文学界转入动漫二次元 迈出了一大步 如今从传统的出版物编辑 转入视频里去成为最老二次元 我又迈出了第二步 这两步使我拉近了和年轻人的距离 实现了跟年轻人的无障碍交流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 好奇心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 它会带我们打开多彩的世界 当好奇心召唤的时候 请一定要满怀激情地接受召唤 迈开大步 跨入新的生命里程 前一段时间 动漫番剧买购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的 在网络上热播 一时成为话题 买购 我跟搭档汪姆师 我们俩一起直播看买购 就是一边看一边做聊天评论 当时看到第十集的时候 就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没看过 没看过建议你看一看 看到第十集的时候被情节打动 我们俩先后都泪流满面 当时直播我分给了 我拿着纸给了 毛牧师一张纸巾 然后说分一张纸 然后这个被后来网友们 评为明场院 挺有意思的 其实我也没想到 我就会这样一边看剧 一边直播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感受 应该是这样 我建议大家看看买购食 我想应该没有人不会被买购食打动 那么现在就请允许我借用买购食里最精彩的片段 女主高松灯和她的队友们演唱的这首《诗超伴》 来作为这次最老二次元演讲的结尾 我不明白 总是不明白 不知道什么是普通和理所当然 世界离我那么远那么远 远在遥不可及的地方 拥抱过温暖阳光的春天 也会被盛夏的烈日燃尽 如果终究会在百游路上干枯 我宁愿永远躲在石头的阴影里 我又一次毁掉了一切 我不愿意失去 更不愿意放弃 我明明知道那对我有多么重要 虽然已经一切变成一团乱麻 但只要还没有彻底消散 我想挽回 我想倾诉 如果能够得到原谅 我坚决不会就这么放弃 我原本不希望被任何人注意 然而你出现在我身边 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你 我是多么欢喜 所以啊 我不愿意伤害到你 也不想就此分离 我究竟应该怎么做 那些未曾出口的话语 依然想要送达到你心底 我吟唱诗句 我要唱给你听 我的诗句 是不是还来得及送达到你心底 呐喊出我的心声 只为超越千言万语 因为这是我唯一的办法 一直唱到歌声抵达你内心的 那一刻想和你一起流泪 想和你一起欢笑 哪怕我们的前路 像平行线无法相交 依然紧握过去的时光 你的心抽动着颤抖着 让我铭心刻骨 不愿与你分离 我唱着 唱着让你我牵起手的诗句 再也不想松手 永远也不分离 我唱着 唱着让我们成为我们的诗句 就从这里开始吧 我们重新出发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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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如果可以